我比较喜欢是水下运动 水上运动我比较不敢尝试 因为我会晕船 是这样子吗 不管是水上还是水下 到底一些安全的 比如说事项 你都应该要特别的关注 对 在跟水有关的活动 这个安全一定要非常注意 因为毕竟水不是人天性的一个环境 对 说到安全就要问大家了 在从事水上活动或是运动的时候 有没有带周身衣呢 这很重要 对 今天我们要跟你探讨的就是要 这个救生衣如何使用 什么情况下必须要使用 而且我国也实施了新的条例 到底内容包括了哪些 我们今天的早安你好的这段访谈 很高兴邀请到新加坡救生协会 水上安全部门主管吴小光先生 吴先生早安你好 我们知道前几个星期 公布了一个新的条例 那么根据这个新条例 国人在进行水上运动时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必须穿救生衣呢 第一最好是在那种 unsure的情况 就是你不大清楚 那个水的冲泥 或者是看不到水底 或者多深那种情况之下 最好是穿救生衣 或者是你对你自己没什么信心 或者即使是有信心 或者是穿着救生衣 它会好像是 prevent 可以预防 预防那些不必要的 对那些意外 或者是甚至救人移民 因为救生衣本身是非常 好像非常亮 非常一个luminous的color 所以有什么事情 人家也会很容易的看到你 比较显眼 对 比较显眼 是 刚刚讲到的这个新的条例 我们要请无线 比较具体的讲一讲 在哪一种情况 对不起 比如 最好是在 只要是超outside 在外 开放式空间吗 对 游泳池 以外的地方 这包括了好像蓄水池 海边算吧 海边肯定要 最好是pawn也有 因为有些池塘 对 这些 basically是没有救生员 在的地方 或者是某种情况 你会觉得好像 必须 你知道 你问你自己 要是有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有没有人来帮我 不慎掉落水里 对 这种 即使是你很会游泳 或者你是一个 非常壮的人 也是最好是要有一个救生医 是一种 我所说的 好像一种 prevention 对 那么据您的了解 导致这个水上运动 发生意外 最常见的因素 有哪一些呢 哦 比如 accident 或者是 好像你撞到 不应该撞到 好像石头 或者是 帆船 或者是 有时 有东西掉进海里 你 必须把它捡回来 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你就 不顾一切地跳下去 然后你 到时你跳得下去 不知如何 爬回上来 或者是 有很多种原因 或者是 你下去 突然间抽筋 或者是 海浪突然间 冲过来 那么有很多 或者甚至 你在 你认为 那个地方 是非常安全的时候 不幸的 有那种 好像 powerboard 或者是 jet ski 刚好经过你 那么 他也没有看到你 我们不小心 就把你撞到 因为这种情况 在游泳池是 比较不可能发生 因为游泳池是 比较 看得到 或者是比较安全 或者至少 游泳池 你有救生员 或者你 爬多几下 你就会 到了墙壁 那边 就会比较危险 因为 是一个 question mark 你看不到 对 刚刚吴仙讲的 这几点 很多都是 突发状况 除了要捡东西 那个是自发性的 但是一定要想到 自己的性命 跟安全 要先保住 自己的命 对 所以说 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 即使水性 很好的人 也会发生意外 这样的状况 对 我们知道市面上 救生衣有很多种 包括了 我们看到的 在游泳池也有 那么飞机上 也有不同的 救生衣 对 今天呢 吴仙带来了 这款是橘色的 非常显眼的亮橘色 请您介绍一下 这个是用在 哪一个场所的 救生衣 可以找得到 这个救生衣 是一个非常 我们所说的 普通 非常普通 一般的 一般的救生衣 不是 基本款 对 基本款 因为你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 visalizer扫子 这个是 通常救生衣 应该会有一个扫子 跟着一起来 不过 好像 某些 它们的扫子掉了 不过还是可以用 不过 这个是有一个 脸 拉脸 对 这个是 好像 secure住它 那么这个是 有一个clip 这个 这个clip 是好像 也是不要给它 就是给它 比较紧 服贴在身上 是 那么 旁边是 好像给它 adjust 那个 要给调整 调整一下 因为每个人的腰围 腰声都不太一样 对 我们现在请一下 吴仙来 现场示范 我们要怎么样 正确的使用 旧生衣 首先 首先 先把打开 对 这个 我必须强调 这个是一个 比较小件的旧生衣 那么 我是要给大家看 即使是我这种 体型 都可以 穿得上 只是 因为在一种 好像危险的 情况之下 你只要拿到了 旧生衣 就必须把它穿上 就不要太过去管它 是不是你的尺寸 对 不要因为 不是你的尺寸 而不穿旧生衣 对 就是最主要是 赶快把它穿上 所以我就要 必须把它放松一点 从左右的两色 对 你可以看到 这个旧生衣的颜色 非常鲜艳 因为我们知道 在海上 除了就是 被浪吹走 这些意外之外 很多都是在海上 迷失 的确如此 迷失的情况 其实也蛮多 对 所以有这样一个 鲜艳的颜色 会比较容易 看得到 那么还有这两个 对 这个是可能 我们女生的 尺寸 对 那么另外呢 所以 现在要拉链了 对 你把它 拉上去 即使到这边 也无所谓 因为只要 穿上去就是了 当然首先 是要别慌张 要镇定 对 一旦发生意外的时候 不过这个意外之前 就应该已经穿上了 应该是 在进行 发生意外之前 就要重复 好 我们有看到了 哨子 把它扣起来 使它固定 对 其实越 服贴在身上 是越好的 颜 总好过松 颜总好过松 不过要是太过紧 会导致到 那个人 不能呼吸 那就不 不好了 是 对 我们看到了 无仙身上 完整的 这个救生衣 是一般的救生衣 包括那个 哨子 对 那么你看 手都可以动 不一定说 你还是可以 很 比较 虽然是比较 不自在 不过还是可以游 要是你 即使你不可以游 不会游 的话你会 辅助 人家就会看到 是 尤其这两块 荧光会在夜晚的时候 可以反光 那么另外 哨子的部分 是求救的时候 挥手顺便要吹了 对 引起旁人的注意 对 尽可能的让自己 引起人家的注意 总部来说 无仙您觉得 可以把它拖下来 国人对于 我们在水上从事的 活动的安全意识 足够吗 到目前为止 你觉得 目前为止 是 还好吧 多数 多数人都会 好像 那些比较有 那些organization 他们 组织团体 组织团体 他们当他们在 有那些 好像conduct 课程的时候 我相信他们都会 很 很ensure的 那些participants 他们都 必须穿上 这些救生衣 那么 这样就可以 avoid 防止一些 不必要 发生的事情 那你认为 还可以通过 哪些管道 加强人们 对这个穿 救生衣的意识 管道方面 可能可以 第一 可以好像 我们所说的 好像 public education 公共教育 公共教育 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 人家就会比较 有注意 开始注意的 必须穿 那么我相信 可能好像有那些 电视上的那些 advertisement 他们也是可以 广告啊 做一些宣传 或者是 poster 海报 好像那些 cpr poster 必须需要的地方 就贴了一个 那么人家就会看到 好像可能是 不必太过 太过 difficult 或者是 太过难了解 可能你只要放 step one step two step three 必须好像 刚才我这样 示范 是 那就 人家就会看得 是非常简单 不会困难 人家就会好像 试试看要穿 那么 起着一个 互相警惕的作用 对 是 水上安全 其实真的是很重要 要实时的到外面游泳啊 或是从事水上活动 要警惕自己 对 千万不可以大意哦 今天非常谢谢吴先生 在介绍了这个旧生意的 用法 穿法 以及在什么情况下 必须要穿 谢谢 谢谢 好了 我们已经结束了这段访谈 先进一段商业资讯 广告回来呢 是最后一段的新闻早点 不过呢 我们今天有这个红星大奖 入围 娱乐星辰 我们的最佳女配角 请不吝点赞订阅